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的冲突 给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地面入侵计划带来了复杂性 以色列和十一分之九的教训 德国足球如何应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肖恩 近于美国人之家属就他在释放中的作用发生争执 绘制被以色列不间断轰炸一为平地的加沙社区地图 请大家收看 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的冲突 给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地面入侵计划带来了复杂性 英国美日电讯 据报道 以色列因其与黎巴嫩北部边境地区 与真主党的冲突不断升级 而推迟了计划中的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 以色列第十四频道援引未居民官员的话称 黎巴嫩边境地区的暴力升级 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应该进入加沙 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在过去一周内不断升级 迫使以色列下令从边境地区的数十个社区 进行前所未有的疏散 据报道 美国也一直在敦促以色列推迟地面入侵 希望能达成一项广泛的协议 以释放估计被困在加沙的二百名人质 以色列和十一分之九的教训 金融时报 以色列必须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犯下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以避免重蹈覆辙 金融时报的吉蒂恩拉赫曼在文章中写道 拉赫曼认为 美国试图通过常规军事手段 击败恐怖主义的方法 导致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这是根本性的错误 他认为 作为一个处于敌对邻国的小国 以色列的错误余地更小 必须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 以防止另一代巴勒斯坦人 投身于与以色列作战 德国足球如何应对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 德国之声 德国德甲俱乐部美因斯林伍暂停了前锋 安瓦尔 埃尔 佳琪 安瓦尔 埃尔 的比赛 因为他在instagram上发表了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的言论 埃尔 佳琪今年夏天才加入该俱乐部 他在帖子中使用了从河流到海洋 巴勒斯坦将自由的短语 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德国法律下犯罪行为的支持 俱乐部表示 埃尔 佳琪在冲突中的立场与我们俱乐部的价值观不相容 决定暂停他的比赛 这一决定得到了俱乐部球迷和其他德甲俱乐部的广泛支持 然而 拜仁慕尼黑队没有对摩洛哥后卫 努萨尔 马兹拉维 尼西尔·麦斯瑞威 进行惩罚 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类似的亲巴勒斯坦信息 这一决定引发了争议 尤其是因为 马兹拉维的队友是德甲联赛中唯一的以色列球员 这一事件凸显了德国对可能滑向反犹太主义的 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表达的敏感性 肖恩 金与美国人质家属 就他在释放中的作用发生争执 英国独立报 活动家肖恩金 Shang Ting 和美国人质朱蒂斯 Judith 和纳塔利 拉南 Natalie Ronan 的家人 因他声称 他在确保他们从哈马斯武装分子手中或是方面 发挥了作用而发生冲突 金在X上的一篇文章中说 他在幕后疯狂地工作 以帮助 使发布成为可能 这两名妇女的亲属 后来驳回了他的主张 其他家庭成员的陈述 后来证实 纳塔利的兄弟 本曾与金保持联系 绘制被以色列不间断轰炸 以为平地的加沙社区地图 半岛电视台 卫星图像和照片显示 以色列的军事轰炸 在加沙地带 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半岛电视台的系列信息图 显示了加沙地带 五个省受损的社区和社区 北加沙 加沙城 戴尔巴拉 汉尤尼斯 和拉法 加沙地带面积 只有365平方公里 但人口为230万 自2007年哈马斯上台以来 以色列一直严格控制 加沙领空和领海 并限制货物和人员进出加沙 该系列信息图 突出了每个省造成的破坏 包括针对难民营 医院 学校和礼拜场所 文章还提到了 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缺乏食物 水 电 和燃料 联合国报告了卫生设施 水井 水库和泵站 遭到破坏 拉法过境点 是与埃及接壤的唯一过境点 一直是援助和物资 进入加沙的主要途径 然而 过境是有限的 那些能够通过的人 必须穿过西奈沙漠 才能到达开罗 到目前为止 哪些国家向加沙提供了援助 半岛电视台 自10月7日 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 以色列开始轰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两批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加沙 这些援助物资非常需要 因为在发动军事进攻之前 以色列已经切断了 对加沙的食品 燃料和电力供应 这个被围困的地区有230万人口 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在轰炸中 已有46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以色列声称 正在针对哈马斯战事进行打击 他们对10月7日 在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负有责任 造成了1400多人死亡 特朗普关于梅拉尼亚和机密信息的评论 浮出水面 英国独立报 新泄露的音频录音揭示 唐纳德 特朗普 据称告诉梅拉尼亚 特朗普 在他的马阿拉哥俱乐部里 穿比基尼 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他们错过了什么 这段音频 由澳大利亚媒体获得 并与纽约时报 分享 这些录音还揭示了 特朗普与澳大利亚亿万富翁 安东尼 普拉特 分享机密信息的指控 据报道 普拉特随后将其传递给其他人 包括外国官员和记者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前律师肯尼斯 切斯布罗 在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中认罪 有可能使他成为对付前总统的证人 这些泄露的音频录音 进一步揭示了特朗普的行为 和涉嫌分享机密信息的情况 他只是梅拉尼亚穿比基尼的说法 引发了对他对待女性的方式 以及对他们作为展示对象的态度的质疑 此外 这些录音表明 特朗普可能对机密信息不够谨慎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切斯布罗在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中的认罪 增加了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麻烦 随着切斯布罗和另一位前特朗普内部圈子成员 希德尼 鲍威尔现在与检察官合作 前总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法律危险 在他竞选2024年共和党提名时 特朗普将不得不应对多个形式和民事诉讼 并有可能他的前同事作证指控他 总的来说 这些发展描绘了一位前总统面临重大法律挑战 和潜在后果的形象 泄露的音频录音和认罪认定 进一步削弱了特朗普的信誉 并对他是否适合担任公职 提出了质疑 随着法律程序的继续进行 特朗普涉嫌不当行为 和潜在法律后果的全部范围 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 油价下滑 因投资者关注加沙战争中的外交行动 加拿大环球邮报 油价周一下跌 因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 中东正在努力遏制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布伦特原油期货 下跌0.26%至每桶91.92美元 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期货 下跌0.41%至每桶87.72美元 这场冲突引发了人们 对该地区潜在供应中断的担忧 该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区 然而 石油市场的缓解 来自以色列推斥计划 在加沙的地面入侵 从而为外交窗口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新闻 首先 以色列因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 而推迟了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计划 这给以色列的行动 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了 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 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 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然后 我们报道了德国足球如何应对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 以及德国俱乐部美英词05对球员发表 清巴勒斯坦言论的处理方式 接着 我们了解到了活动家肖恩 金 声称他在释放美国人质方面的作用 引发了争议 我们还看到了卫星图像和照片展示了 以色列军事轰炸 对加沙地带的破坏 并了解了各国对加沙提供的援助 最后 我们报道了新泄露的音频录音 揭示了特朗普的评论 和他分享机密信息的指控 以及这可能对他的信誉和法律处境产生的影响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了油价下跌 因投资者关注加沙战争中的外交行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关于这些新闻 我想分享一些我的观点 首先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 使得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计划 变得更加复杂 这显示出 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 各方的利益和关系 都需要非常谨慎地处理 其次 我们应该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以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以色列来说 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 是非常重要的 以避免未来的冲突 此外 德国足球对球员发表 亲巴勒斯坦言论的处理方式 再次引发了 对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敏感性的讨论 这表明了 社会对于涉及国际冲突的问题非常敏感 需要更加谨慎和审慎地处理 最后 特朗普的评论和他涉嫌分享机密信息的指控 进一步削弱了他的信誉和合法性 这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公职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应该对我们的言行和行为负责 并且保护国家安全 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